写给母亲 作者 甲平蛙 人活着的时候 只是事情多 不计较白天和黑夜 人一旦死了 日子就堆起来 算一算 再有二十天 我妈就三周连了 三连离 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 就是觉得我妈没有死 而且还觉得我妈 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 常说人死如睡 可睡的人是知道要睡去 睡在了床上 却并不知道 自己在什么时候睡着的呀 我妈跟我在西安生活了十四年 大病后 医生认定她的各个器官 已在衰竭 我才送她回地花老家 维持治疗 每日在老家挂上液体了 她也清楚 每一片液体完了 儿女们会换上另一瓶液体的 所以便放心地闭了眼躺着 到了第三天晚上 她闭着的眼是再也没有睁开 但她肯定还是认为她在挂液体了 没有意识到从此再不醒来 因为她躺下时还让我妹把她给擦脸的毛巾 洗一洗 梳子放在了枕边 系在裤带上的钥匙 没有解 也没有交代任何后事呀 三年以前 我没打喷嚏 总要说一句 这是谁在想我呀 我妈爱说笑 就接茬说 谁想呢 妈想呀 这三年里 我的喷嚏有几多 往往错过吃饭时间 熬夜太久 就要打喷嚏 喷嚏一打 便想到我妈了 认定是我妈 还在牵挂我呢 我妈在牵挂着我 她并不以为她已经死了 我更是觉得我妈还在 尤其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 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 我常在写作时 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 叫得很真切 一听到叫声 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 以前我妈坐在右边 那个房间的床头上 我一幅按写作 她就不再走动 也不出声 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 看得时间久了 她要叫我一声 然后说 世上的字 你能写完吗 煮起转转吧 现在 每听到我妈叫我 我就放下笔 走进那个房间 心想 我妈从地花来西安了 当然 是房间里什么也没有 却要历上半天 自言自语 我妈是来了 又出门去街上 给我买我爱吃的青辣子 和萝卜了 或许 她在逗我 故意藏到挂在墙上的 她那张照片里 我便给照片前的香炉 上香 要说上一句 我不累啊 整整三连了 我给别人写过十多篇文章 却始终没有给我妈写过一个字 因为所有的母亲 儿女们都认为是伟大又善良 我不愿意重复这些词语 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 缠过脚没有文化 户籍还在乡下 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 已经很长时间了 虽然再不为她的病 而提心吊胆了 可我出远门 再没有人啰啰嗦嗦地 叮铃着这样 叮铃着那样 我有了好吃的 好喝的 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 在西安的家里 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 我没有动一件家具 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 而我再没有看见过 我妈的身影 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 又跟自己说 我妈没有死 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 今年的夏天 太湿太热 每晚被湿热醒来 恍惚里还想着 该给我妈的房间 换个新空调了 待清醒过来 又宽慰着我妈 在乡下的新住宿里 应该是清凉的吧 三周连的日子 一天天临近 乡下的风俗 是要办一场仪式的 我准备着香烛花果 回一趟地花了 但一回地花 就要去坟上 现实告诉着我 妈是死了 我在地上 她在地下 阴阳两格 母子再也难以相见 顿时热泪四流 长声哭泣 我给你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